世界杯終於完結了 大家都知道今年沒有新的王者誕生 由一顆星變成兩顆星的法國隊 獲得了世界杯冠軍 比數也是以近幾屆來說 比較意外的一個比數 就是4比2一個頗大的入球數字 對上無論是德國、西班牙、意大利 06、10、14都是很小的入球數 甚至乎是加時的 巴西在02年是2比0 98年是法國的3比0 所以有些意外 尤其是在克羅地亞之前的失的球都算偏少 而法國通常都是贏夠就算了 的一些比數 15號的Line-up是法國隊 龍門羅利斯 4個後防帕華華拉、尼烏迪迪 和香南迪斯 中場是這個 普巴和Cante 前面三個攻擊的就是馬道迪 基斯文和麥巴比 支援前鋒 或者反過來 支點就是基奧德 對手也是一樣 打一個大約4-2-3-1的一個陣容 蘇巴西是keeper 斯特連力 維沙高 魯夫蘭和維達 就是中後防 保索維和拉傑迪 就是這個後防 我會覺得這個比4-1-4-1多些 拉傑迪其實也推得前 摩迪 列比治和佩尼錫 就是兩邊的中場 支援民數基治 整體來說 你會覺得4-2是一個合理的比數 因為當中 你會看到克羅地亞 其實可以做到的埋門 其實不太多 雖然Possession是高 但尼烏迪其實很少 Possession其實大約是66%和34% 以克羅地亞比較高 但是射門14次 其實只有4次是中到籠 所以其實是 其實如果你只看數據 你會覺得 都是很合理的 反而 應該是這樣說 純看數據 你會覺得克羅地亞 是應該要贏的 但是 如果你看整場球的流程 你會發覺其實 雖然可以控制到全場的 大體上的 這些叫做埋門 但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些叫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 攻勢 令你覺得 嘩!很有機會啊 這樣 相反 就是 法國隊 一如既往 在整個季賽 Tournament 我都會覺得 其實他是打得很悶的一隊 總之 後防就 穩守 然後 把球 扔上去 給 可能基奧達 控一控 延遲一下 然後等候面主要的 三個球員 或者四個球員 包括主要的 馬巴比 然後基士文 和普巴 湧上去 有時候是 馬道迪 有時候是 杜利蘇 就可以再 蓋上去 用一個超高效率的方法 去 贏了一場球 是效率的問題 這也是事實 所以 看起來 相當穩固 整個Tournament 從頭到尾 我都說 這對球真的悶悶地贏 但不斷悶 然後便會贏你 所以 那一場球 如果這樣看 阿根廷可以進入法國隊 三球 其實阿根廷很厲害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其實他們不做攻勢 所有球 就是 只要我大約拿到 如果我是法國隊 只要我大約拿到 Possession之後 那我就會 準備去 將球 拼去 主要是馬巴比的 右手邊 你看回 Hitmap 他們整隊球 在大約禁區頂 以至禁區中央的位置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殺到進去 即是說 其實 他們其實 那個進攻的 停留的時間 很少很少 是在中央突破 而是主要是 扔了個球 左右兩邊 然後快放 做一個 穩守突擊 事實上 以這些人來說 是很成功 當然 在幾次領先 尤其是對著烏拉圭 那一場 基斯文是做了一個 相當好的節奏 控制 就是 嘩 我贏夠了 撐住 不要急 有球先回 盡量在這些情況 控球再腳 都是令到整場 有很高的穩定性 你看回 長球 其實德馬巴比射了兩腳 普巴射了兩腳 普巴射了兩腳 還有一腳 是入球的那一球 即是他省中人 反過來再起一腳 那已經是他全場的射了兩腳 那麼 基斯文有一球十二碼 那麼 費基亞後備入場有一球 那已經是他全場起腳的七腳 那麼 大部分都是中籠的 大部分都是中籠的 那麼 如果看回整場球 第一球 那麼 有人說是基斯文插水 那麼 我同意的 大家都看到他這個是插水 所以第一個佛球是騙回來的 但是 佛球騙回來 不代表你一定會入的 即是你不是拼了十二碼 是很高轉化成為入球的 一個conversion rate 而去說這樣騙了我入球 因為佛球是不必一定會入的 但是 很不幸的就是 敏素基哲成為了 這個歷史上 第一個 或者是唯一一個 決賽入烏龍波的球員 那是相當之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很難堪 但是 作為後衛 即是在防守的時候 你頂球真的不能選擇 就是 那個球來到你就要 隔到最高身 到最長頸 然後希望幫到對方 去防守 那個球 令到他不要過到自己 因為過了自己 就等於有機會去到龍門 那麼這個是 是沒有辦法 但是也是很不幸的事件 落後1比1 1比0 但是 這一班 就是 黑羅地亞實在是很強橫的 任何時候都會想盡快去反攻 而事實上都是 有回 一球入球 這個都是一個 相當之 出色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反擊的一個 結果 成為了 追回1比1 在28分鐘 即是其實只不過是 10分鐘之後 他們就 佩尼錫就已經是 追回1球 那麼那球球 左腳 那個窩裡 抽得 都不是窩裡 但是抽得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一個 一握 握完之後 放一個位 然後抽到 你根本上是 我覺得羅尼斯 整場球都是 溫溫噹噹噹噹的 尤其是他第二球失球 完全知道是 是流的 這個人做什麼差事 就是給他 榜杯 真是 相當之 相當之可惜 我只能夠說 那麼 這個 然後追回1比1 但是 38分鐘的那球手球 其實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 可能除了法國隊之外 都會認為這一球 其實 我自己覺得 雖然他的手 是 不是完全貼著驅桿 但是 他不是故意伸出來 因為你跳起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你跳起個人 抽起手 你自然就會伸出了一點 所以這一球 首球 就是VAR之後 真的是VAR送給你的 那麼 2比1 2比1的 戰果是 會 所以 我當時看 我就覺得 已經沒得追 因為 你錯過了一次 可以有機會領先 法國的機會的話 這裡是黑羅地亞 因為實在 雖然你的控球是很多 但是 整場球組織的 埋門不算很多 也都不是真的 很有威脅 所以我不覺得 當時已經不覺得他有機會 而且法國整個 Tournament 都可以展現到 他是一個比較穩定的 一個方法 即是一個場面 2比1之後 到下半場出來 其實也不是很長的時間 大約十多分鐘 普巴就是剛才那球 但是那球其實之前 已經有一球 又是大腳 放上去給馬巴 然後放為達 那是沒辦法的 這個就是他針對你的打法 那這個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這種 所謂的跑狗戰術 但是球隊是有這樣的人 他就用這些材料 第一次不行 那 就是跟 維達和麥巴比 跳了一場 LALA LEN的舞之後 第二次 麥巴比 就沒有再 推下去了 反而是吸一吸 把球調出來 其實那些人已經開始 可以回來 你看到第一球 即是浦巴起腳的第一下 射了門 散到人 即是說其實他 Cover的位置已經到 即是克羅地亞已經回來了 不過那球彈出來 是所有人都在找球 好像是摩迪來的 但是因為那球 就在浦巴前面 那麼他就 左腳一躺 那就沒辦法 即是說 其實所有運氣都在 克羅地亞 不, sorry 法國這一邊 第一球 這個 烏龍 即是插水完之後 一個烏龍 然後一個VAR的12碼 然後一個 波子基彈完之後 全世界只有浦巴找到一個球 3比1 然後再隔多大約10分鐘 即是6分鐘左右 麥巴比就已經射了第四球 那你4比1 其實長球已經完蛋了 我自己覺得2比1 已經是 何況3比1 以至4比1 所以 對球也都 沒什麼好說 因為你必須要不斷攻 所以 你無論 你要搶到很多控球拳 但結果別人的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別人的反攻 不要變得這麼有效率 但是 法國隊就最好做了這些 就是做了最好的事情 天時在那裡 地理在那裡 運氣在那裡 VAR在那裡 打法又是 剛好蹲蹲蹲 就是你因為要搶攻 結果被人打反擊 於是很早就輸到4比1 但是至於4比2那球 雖然是文素基地這樣 就是偷倒羅利斯一個雞 但是都是那句 這些事情是可一不可在 被你偷倒一次 就整隊球都清醒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空間 可以再回頭 而且這個 阿簡迪這場球是打得差一點點 所以 迪金斯也很早 在下半場沒多久 就已經換了這個 安桑斯入場 就頂了這個簡迪 令到對方的捷擊能力 又再強一點點 對方會更穩定 所以就變成 法國隊已經 調整得很好 你看到他有很多時間 可以調整得很好 對方 無論在整個競爭 第一場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他沒有出這個 有一個 基奧特 他是打假狗 用基斯文打假狗 但是發現原來對澳洲的那場 原來對澳洲的那場 所以就用一個支點去做衝撞 因為他會有 基奧特幫其他球員開路 所以基奧特雖然一球都沒有進球 但是他在前線的牽制力 其實是很足夠 停了球 和他身位也很好 所以結果雖然他沒有辦法 可以進球 但是他幫到後面的四至五個人 很多工作 基奧特這個球員絕對是值得尊敬的 而迪金斯的打法 他由他打球 他旁邊的是斯丹 但是你由他打球開始 你已經知道 他是一個相當之有 講效率 講紀律 和很保守的一個人 所以你知道法國隊打出來的陣容 那個陣式 以及風格 就一定是這樣 他只不過是一隊比較好看的 充滿天才 打得比較幼小 或者華麗小小的希臘隊 大家都知道我講的希臘是哪一隊 當然希臘就一定是大約是 好主力地屈死球頭鎚 但是法國隊就多一點 因為他那群人實在太厲害了 普巴 正常的普巴 麥巴比基斯文 杜里蘇 馬道迪 全部都是一些能夠可以 收你皮的球員 所以他們的存在是 是令到對方根本 只要他穩守的話 你被他反擊是真的很辛苦 那克羅地亞第二名 完成這個歷史最佳的成績 我從來都是覺得 對於球員來說 我們所有人都會記得 今年屆的亞軍是克羅地亞 當然我們都會記得98年的亞軍是巴西 2002年的亞軍是德國 然後朱宜超 其實我們會記得第二名 不是只是冠軍才記得 但對於球員來說 金牌和銀牌就是差那麼遠 你看到摩迪 拿金球獎也好 但是他是非常不開心的 所以大家都會明白 雖然他們都舉國寬坦 完了那場球之後 其實回到對於整個競爭 有這樣的成績 他們都會很開心 但是球員那個時刻 就是知道就是差一下 整個賽事都打得非常好 但是就是差那一下輸了 他們就已經是好夢成空 因為他們都明白四年之後 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 人生得一次衝擊一個夢想 但是就是撞擊失敗 只能夠說 不過也不是說一美讚這一隊 黑羅地亞 說踢得怎樣好 但是你看回的就是 其實他幾乎每一場球 都好像是要失球 我忘記了是不是 對於利亞利亞 我忘記了 阿根廷3比0 但冰島是先輸一顆 然後入到16強 他又先輸一顆 對俄羅斯也是先輸一顆 對俄羅斯也是先輸一顆 然後對英格蘭也是先輸一顆 你看到這隊球 雖然他很有能力 但是他好像沒有辦法可以領先局勢去做 而是反過來 他要被人拿到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最後然後很辛苦去追 無論是精神和體能上的壓力 對於他們自己來說 都肯定會是很辛苦 結果在這場球 連那一點點的運氣都沒有了 但是他失去了一些運氣 結果就把冠軍拱手相讓給法國 在16強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我希望自己可以燈死法國 誰知道燈幾都燈不到 因為這隊球實在是悶悶地這樣贏的極致 至於克羅地亞 我就預計他起標 即是怎樣都可以入到四強 看看四強會對哪一隊 但是你對到英格蘭也沒有什麼意外 因為最初想著會不會是哥倫比亞 可能大家對公有些看頭 但是結果這個也是 16強以後見到最 如果是比利時對克羅地亞應該會更好看些 如果是單純論一場比賽 但是法國的穩陣就是令這兩隊球 十六強我認為最好的那兩隊球 雖然我最喜歡巴西 但是這兩隊球 都是落敗在這一隊 即是高奴雞手上 不開心就當然了 但是四年一度完了 反而失落多於不開心 那麼所有世界盃的比賽都講完了 新球鬼也都準備開羅 那麼今次世界盃就講了很多場比賽 不知大家覺得怎樣 如果大家都反應好些 給點支持的 看看新一年的新賽季 會不會有些時間可以玩一下 再繼續講一下多些不同的聯賽比賽 當然啦 當然啦 我知道自己 作為一個廣播的新 即是平播的新丁 有些 有些不足夠的 就看看 如果大家多些支持 我希望我可以繼續 在這一方面都進步 世界盃終於都告終了 四年之後 未必會和大家再見 好到這裡為止 是這麼多 拜拜